好了,各位,昨天打完疫苗,我今天就放假 顺便休息一下,因为都怕打完疫苗可能会有些不舒服的情况 究竟昨天打完COVID疫苗,今天又觉得怎样呢? 第一,就说回昨晚的情况 昨晚打完,吃完晚饭都觉得真的有点累 那种感觉有点像喝了一些酒,觉得个人好像很calming 好像脑子有些空虚,好像不太控制到身体,总之很眼睡,很累 而且我都有一个感觉,而我其他的朋友打完都有一些类似的感觉 就是这个位置,这个头的两侧,还有肩膀,甚至牙关有点累,有点紧 那都解释不了为什么,但可能用中医的角度始终打了 比如这个手臂,打这个DELTA位,这个大肌肉位 打完之后就可能是所谓的那个少阳经经落 就刚刚走在这些位置,就令到这些位置很累啊,冤痕 那其实要松开都不是说难的,可以按摩一下这个牙关位 那这些位置呢,还有或者有一个魏蜂蜂蜜呢,两边 那魏蜂蜂蜜就是耳朱,后面有一个粒位按下去,很冤痛 可以按摩一下这里呢,其实本身这个位置都可以医一些感冒 医一些头痛啊,和医一些牙关筋 那如果大家打完,那天真的有点感觉可以按摩一下这些位置呢 那发表会立即觉得很舒服啊,那这样 真的好累,那今早起床又怎样呢 那说回先,昨天打一个针口位就是这里啦 都没什么感觉吧,但是到今早起床呢,就开始有点痛 看下去就没有肿的,但是按下去有点硬了 有点痛,那而且到了今早是最痛的 按下去是整个跳起,但是都不会影响到睡觉 或者做事,手依然动得都没问题啦,但是按下去都有点痛 那都很正常,因为通常针口隔了可能十几个钟 才开始局部有点发炎反应 因为始终有点免疫反应在这开始进行 那所以这一痛是正常的 那如果大家觉得有点肿或者不舒服 其实可以用冰敷一下它 那到今早呢,我整体的感觉呢 起床的时候还是有点累 那甚至呢,好像有点低效 虽然淡了没有发热,但是觉得个人好像轻轻的 那我自己就吃了一粒必利痛 那喝多一点水 那吃完午餐之后呢,其实就 现在来说已经是 到了下午了,就没什么事 每个人都觉得跟正常差不多 除了这个针口有点痛之外 那反应也不是很大 那我想跟以前一般流感针是差不多 那或者被流感针稍微重了一点 那所以又不用太害怕的 那我也都听过有些朋友打完呢 说觉得那个臉突然有点抽筋的肌肉 那其实如果有这样的情况 可能按摩一下,一些穴位,牙关穴位 那其实都OK的了 那如果觉得真的累的 那就休息多一点,喝多一点水 应该没问题 那整体来说,打了这个疫苗 我们知道第一针和第二针可能不同 第二针因为你的身体已经产生了免疫反应 所以第二针可能的副作用 或者不舒服感觉会稍微再重一点 那但无论如何,如果大家想着打针的话 可能都预留之后那一天可能放假 或者起码放半周 又或者可以是打针那天早一点打 那便可以回家做些休息了 那暂时过了差不多24个小时之后 这个就是我得到的反应 那不算很强 大部分的不舒服都已经消退了 那其实明天之后应该是正常可以回工 应该没什么问题的了 那所以大家如果想着去打这个复必泰疫苗 是其实不需要担心 那最重要是先评估了自己的身体情况 把自己如果你有些长期病患的 可能建议大家家庭医生 去了解自己的疾病控制情况 才再去决定究竟打不打 或者是什么时候打这个疫苗 那无论如何 这条片就不构成任何的医疗建议打 或者不打疫苗 总之自己有自己的考虑 以及先请教自己的医生 多谢大家